快看,不要怀疑,一张草图,一键完成风格转换,轻而易举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AI工具,最适合商业设计的AI工具,最直觉式的AI工具 用滑鼠点一点,就可以轻松搞定 有看过我之前影片的同学,一定不陌生 没错,他的前身就是styler.ai,他最近改名字了 我们在这集介绍过他的基本功能 他不但可以用文字或图片生成图片 具有图层功能,富含多种风格模型 直觉式的点选,不用再记各种风格的提示词 还可以用填充式生成,做局部修改 过图,移除物件,移除背景 在画面直接加入文字,还可以依照你上传的照片自动生成提示词 除了这些功能之外,他在这短短几个月内 又陆续增加了很多功能 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些新增的功能 以及上次没讲到的精髓 还没看过之前这部影片的同学 看完这集,记得去看之前的基础教学 我们内容不会重复 影片连结我都放在下方资讯栏 首先来到他的网站 用Google账号登入 来到这个画面可以选择左边直接上传图片 或是选择右边画布尺寸 开一个新的专案,或是直接点选你需要的功能 例如生成图片,修改图片,图片扩展,增强,或是换脸等等 这边是你的客资化风格 如果需要寻找灵感 往下拉有很多成果展示及功能示意 我们进入专案的画面 左边是工具列,右边是生成结果 我们快速复习一下这些功能 如果要移动画布,选择这个 如果要移动图片,选择这个 这里可以输入文字,还有笔刷功能 如果想要更改画布尺寸 点选这里就可以咯 可以从这里或这里上传图片 输入文字生成图片 用图片生成图片 局部修改图片 插入物件 换脸 脸部修复 图片扩展 画质增强 商品图片去备并更换背景 这边是你的生成结果 按这里可以下载图片 按这里可以直接比较前后差异 点两下可以放到画布上做编辑 如果想要将图片扩展 可以点选刚刚讲的这边 如果想要提高影像画质 可以点选这里 如果是人物的话可以打开这个按钮 避免因为增强画质而失真 点选这里可以看到图片生成的所有设定资讯 如果你想要用相同的seed值来生成图片 点一下就会自动跑出图生图的画面 再调整提示词及各项参数设定 就可以生成相似的图片哦 seed值是作为产生初始影像网格的起始点 如果使用相同的seed值和提示词 可以生成相似的图片 记住只有相似 不可能一模一样 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哦 AI是个变动的工具 我们只能把差异降到最低 让肉眼看不出来而已 想要一连串几乎一样的图片 只有训练自己的专属模型才有可能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测几个有趣的功能 直接输入文字 选择图生图 选择风格 它这边有玻璃或是金属风格 都很棒哦 输入提示词 可以直接用中文 它现在有支援18种语言 如果不知道要填什么 可以按自动生成提示词 然后设定风格强度 结构强度 再按生成就可以咯 是不是又快又好呢 如果我有自己设计好的logo图片 只要上传一张黑白稿 重复一样的步骤 就可以得到这么棒的logo咯 当然还是会有翻车的时候 但是依照我的经验 四张里面至少有一张可以用 像这样不如预期也没有关系 刚好可以用我们之前教过的 这个工具 透过插入关键帧的方式 生成影片 就可以变成这么艺术的画面哦 创意始终来自于人类 AI的终点也是人类 AI只是改变我们做事的方法 帮助我们提高产能及效率 如果你用一个AI工具 却让自己变得更累 那你一定是选到了不适合的工具 再来我们上传一张手绘稿 选择图生图 选择风格 这里有很多现成的风格可以选择 也可以上传一张自己的图片 客制化自己的风格 输入提示词 设定风格参数 结构参数 颜色匹配 以及脸部是否要匹配 还可以输入负向提示词 控制不要的部分 最后按生成就可以咯 以这个例子来讲 我的手绕脸部画的比较一般 希望AI帮我做得更好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脸部匹配 生成的结果还不错吧 这是同一张草图 用另外两张风格参考图片所生成的结果 用最短的时间完成角色上色 还可以透过参数调整 或是选择不同风格模型 来获得多种不同的结果 在做提案时非常实用 最重要的是节省很多时间 毕竟客户常常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我们不确定是否能接到案子 那到底要不要花那么多时间提案呢 这是所有接案者最纠结的地方 现在终于不用再纠结了 有AI这根神奇的魔法棒 可以帮我们化解这个问题 再来上传一张室内设计草图 选择室内设计风格 重复一样的步骤 就可以有多种室内设计参考图 实在是太方便了 室内设计师终于不用再画图画到天荒地牢了 只要等客户真正确定后 再花时间执行就好 再来不管大人或小孩 都喜欢着色带来的疗愈 可以用笔触释放灵魂 用色彩疗愈心灵 我们就用这个工具来演示一次 如何制作自己的着色本 选择文字生成图片 选择着着色本风格 再按生成就可以咯 如果你有想要的样式 也可以上传图片 用图生图的方式 一样选择着色本风格 就可以生成类似的着色图咯 再来前一阵子在各大自媒体平台流行的黏土人 这边也有哦 看你是要用文字生成还是用图片直接转换风格 都是一键搞定 上次在玩口型同步的AI工具时 意外发现黏土人的效果还蛮不错的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看哦 除了以上这些功能之外 他还可以训练自己的风格模型 点选风格这边选择训练风格 这里有一个训练指南 我们先看一下有什么要求 影像风格一定要一致 图片解析度至少要512x512 建议要用3到10张的图片 回到这边我们先为模型命名 上传10张图片再按训练就可以咯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训练完的风格模型会出现在这里 生成的图片会如何呢 请看下集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